吴迪朗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918强震重撞了花东地区 那么也造成了玉里 浊西跟富里等多处的路段跟民房的破损断裂 那么在20号一早呢 县长徐真卫是特别的南下前往视察各部落的灾损的情况 并且也说了 目前的土石崩落潜在区域以及灾损区域 必定会积极的来抢修 尽快来恢复民众的日常生活 县长 你要帮帮我们 不然我们都不敢住这边 我们已经都移到玉里去住了 我们太可怕了 这个再破的话 我们没办法 我们可能整个都会压到人 918强震重撞华东地区 造成玉里 浊西及富里等多处路段及民房破损断裂 让民众都相当忧心 为了尽早修复 让民众恢复以往生活 20号一早 县长徐真卫特别南下前往视察各部落的灾损情形 我想请问一下 像我们这样目前这样来讲的话 安全吗 你看喔 你的柱子在这里 柱跟梁是完好 是都没有裂缝的 现在唯一有裂缝就是两个交界的地方 你看这边也是 你要看这些梁柱街头的地方 对 你看这梁柱街头 这地方 这没有 都没有事 就没事 这个是因为你两个新旧之间 从这地方做一个区化开来 然后这边的梁跟这边的结构 两个在这边分开 而目前在自来水的部分 应受到地震灾情影响 自来水公司全面以减压方式尽快抢修 若南区乡亲住宅有用水的需求 可联系消防局或自来水公司专线1910 将会有专人提供协助 另外 卓西乡卓夫大桥路面有军列 及边波护栏损坏情形 已经影响用路安全 目前已安装夜间警示灯及封锁线 并禁止15吨以上大客车通行 提醒乡亲要特别注意 小心慢行 记者 许丽琴 卓西乡报导